1加3对比ZOK ZR Pro评测 拍照方面 1加手机3采用了前置半万像素和后置1600万像素 索尼MX298承转器 支持PDF相位对焦和OS光学防抖 加EIS电子防抖技术 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增强了其夜拍的实力 又非常快的对焦速度 取消了上一代的激光对焦 相信大家和小编一样 非常期待1加3的拍照表现吧 而ZOK ZR Pro采用了前置半万像素 和后置1300万像素平行镜头 其中后置摄像头传感器来自于三星 用1.34微米像素尺寸 F1.8空圈 161秒快门 同样支持OS防抖和ENIS防抖技术 遗憾的是不支持PDF相位对焦 通过这两款机型的对比样张 以及实验来说 1加3给小编最棒的印象就是 配焦速度非常快 要好于ZOK ZR Pro的配焦速度 另外1加3在色彩饱和度方面 同样占据微小优势 而ZOK ZR Pro一大优势 在于人物色彩和人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整体来说 这两款机型的拍照表现 基本上没有表现大多数用户的拍照需求 达到了目前旗舰机的高端拍照主准 对比总结 1加手机3和ZOK ZR Pro哪个好 回到这个最初的问题 从外观来看 ZOK ZR Pro追求几点 注重细节追求创新 而1加手机3在外观方面 虽然进行了突破 但对于目前的国产旗舰机来说 没有什么大得量比 算是一款中规中矩的机型 性能方面 这两款机型也是不分上下的 且如今智能手机都已经达到了 性能过剩的时代 盲目追求性能只会忘记出新 对比这几个方面 总的来说 这两款机型都是不错的 国产旗舰的优秀产品 其实很难分出哪个好 哪个不好 但就小编个人 偏爱来说 还是比较喜欢 ZOK ZR Pro的设计 简洁的造型 同时也考虑到了 1加3 系列个人也是他习惯 所以比较偏爱 联想这款 但希腊比来说 1加手机3的性价比更高 就是便宜了200元 1加3 对比ZOK ZR Pro评测 拍照方面 1加手机3采用了 前置半万像素和后置1600万像素 索尼MX298触摊器 支持PDF相位对焦和OS光学防抖 加EIS电子防抖技术 一定程度上 进一步增强了 其夜拍的实力 又非常快的对焦速度 取消了上一代的激光对焦 相信大家和小编一样 非常期待 1加3的拍照表现吧 而ZOK ZR Pro 采用了前置半万像素 和后置1300万像素 平行镜头 其中后置摄像头 传感器来自于三星 用1.34微米像素尺寸 F1.8公圈 161秒快门 同样支持OS防抖和EIS防抖技术 遗憾的是不支持PDF相位对焦 通过质量化机型的对比样张 以及实验来说 1加3给小编最大的印象就是 对焦速度非常快 要好于ZOK ZR Pro的对焦速度 另外 1加3在色彩饱和度方面 同样占据 微小优势 而ZOK ZR Pro一大优势 在于人物色彩 幻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整体来说 这两款机型的拍照表现 基本上 没有表现大多数用户的拍照需求 达到了目前旗舰机的高端拍照主准 对比总结 1加手机3和ZOK ZR Pro哪个好 回到这个最初的问题 从外观来看 ZOK ZR Pro追求几点 注重细节 追求创新 而1加手机3在外观方面 虽然进行了突破 但对于目前的国产旗舰机来说 没有什么大得量的 算是一款中规中矩的机型 性能方面 这两款机型也是不分上下的 且如今智能手机都已经达到了 性能过剩的时代 盲目追求性能只会忘记出新 对比这几个方面 总的来说 这两款机型都是不错的 国产旗舰机舰的优秀产品 其实很难分出哪个好哪个不好 但就小编个人 ZOK ZR Pro评测 1加3的拍照表现吧 而ZOK ZR Pro采用了前置8万像素 和后置13万像素平行镜头 其中后置摄像头 传感器来自于三星 用1.34微米像素尺寸 F1.8空圈 1600分之一秒快门 同样支持OS防抖和ENS防抖技术 遗憾的是不支持PDF相位追焦 通过自然化机型的对比样张 以及实验来说 1加3给小编最大的印象就是 追焦速度非常快 要好于ZOK ZR Pro的追焦速度 另外 1加3在色彩饱和度方面 同样占据微小优势 而ZOK ZR Pro一大优势 在于人物色彩和人度 还是相当不错的